天使门最近丢点磁 还会包得好 算计算 最无设备到里面的事 师父 你们平安便好 卢龙府仪以后 你们就不知所踪 小心一传至仙下怕 让真人费心 我观上神安然无恙 你们 上神所忠之毒 人界罕见 我们村的侍女 真人 小秋被捋后 此战虽大败天魔女 但天使门弟子 还未及好好休整 孟章掌门 就派遣许多敌 孟章竟不在天使门 他此番举动 不仅将先蒙事物尽数荒 而三位长老 始终言辞喊谎 承蒙同道举界 言下先蒙事 这么一想 天使 四年前 我在向神掌门求助之前 曾去找过天使门 但当时他们的态度 就很 我还以为是他们没什么 求助 我四年前搬来峨眉山下 为的就是求助仙侠派 调查独障动荡时出 抱歉 独障权事关重荡 当年 没关系的 九泉之事自当慎重处理 而仙侠派运助桑霞是一笔之力 也正是因为九泉千叙 但你的性子跳脱不及 不会不会 若是他受到任何 师父 阿佑 沈掌门 我们打算去魔戒找小秋 想求一个能点 本派劝有致服之法 不过此服并不常用 是什么材料 青烟村废墟那带 徘徊着一种被生鬼灭的妖怪 他被击败后 好 你为修行 就是为了除强服弱 爱师姐 你们丢东西了吗 不是我们 是师父的领域玉佩不见了 玉佩 没事没事 我见过 是很美的一块玉 师父十分重视 这玉佩丢失永远阵子了 近日师父先蒙事物繁重 无侠分身护己 却又不想让我们操心 师父本来就为门派担惊劫 还要为先蒙的事操心 要是能寻回玉佩 也算是为 不错 可是连日来我们巡殿门派各角落毫无所护 我想一会儿去后山祭典 莫非有贼 不可能 这 对 对 既然门派里找不到的话 也有可能一落 玉姐姐说得对 无非兄弟 还好秦媚曾经见过那块玉佩 无非兄弟 总是为了除强服务 我们找起来不至于盲目 也是偶然了 我有几次找师父教功课 忘了敲门 看见他在书房里写信时 总是拿出那块玉佩 若有所思地看着 一个人好不容易啊 玉佩是鲤鱼形状 十分别致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这么宝贝 难道是什么仙家法宝 这个就不清楚了 仙侠派的 请入高生休 这次全当教训了 看着下午还敢不敢再买 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 买 奇怪 我怎么在这感应到了 福祉贺的灵力 而且这灵力 似乎 在那 那上面还有东西 等等 那是 是鲤鱼玉佩 这么简单就找到了 逃了 这玉佩够了不起的啊 还能掌持绑飞 追 情媒 我记得福祉贺 是你们仙侠派独门的 传说之术吧 弟子若想传授他人 还需掌门首肯 除了我 你有教过其他人吗 当时我教月姐姐 是师父阔丽同意的 应该没有其他外人 学过此事 除非 是师父自己传授的 玉佩和纸鹤出现在一起 说明之前丢失 应该与仙侠弟子有关 是师父 所以到底是谁在盗路 这次真不是我 你紧张什么 又没有人怀疑你 捉住便知 他真是被包围了 先救人 不对 先救纸鹤 可别小瞧了我 继续 结束 好厉害呀 坚持住 小东西还挺能跑 差点被妖怪吃了吧 还不快奉上玉佩 来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 这上面 好像是下了尽致 有仙侠术法 应该能解 还好玉佩没有损伤 这符纸 青梅 怎么了 纸上有字啊 快说说 写了些什么 小情 想必信与真人有关 阿游 你莫偷看 好吧好吧 不看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把玉佩还给师父 糟糕 糟糕 这符纸是师父专用的信件 字件很陌生 应该是谁写给师父的 我竟然还看到了 希望师父不会责怪 小情 找回玉佩不是好事吗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 总之见到师父再说吧 小情 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呀 阿游 你别问了 我不会说的 也不会给你看的 好吧 那能瞧瞧玉佩吗 不行 来吧 师父我们 沙师姐告诉我们 除了玉佩 原来如此 是我的疏忽 我就说嘛 可能是被偷的 那日我正要手术与一位固有 心中忽有所感 拿出玉佩看了片刻 恰好蓬莱掌门造访 便匆匆将玉佩 此玉相伴我多年 受仙侠灵气润泽 想必是玉佩的灵气 自行催动了纸鹤传输之术 那日天朗气清 开着窗 纸鹤应是在这 纸鹤寻到我的固有 但是信并未喜欢 他收到玉佩时 深感意或不安 师父 对不起 无妨 真人言重了 半段 他原是一对双礼玉佩 不过这就奇怪了 既然现世邪给神掌门的 那纸鹤又在别扭身上 这 三 我们在山道上就发现他了 正说要带回来交给您 但纸鹤好像躲着人 确实 看起来 他早就像是 想问又不敢 从没有见过 莫琴 多谢你们为我功的 师父 嗯 纸鹤传书之书 是将寄信人的意念 灌注至福之所至的信纸上 让纸鹤飞到心中所想 那人的身边 人族所上先属 多有巧思 纸鹤感应到了玉佩的灵力 想来玉佩中 应是倾注了师父对故人 无尽的思念 何止不认 百灵就是神掌门的旧情郎嘛 何止不认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阿游 你别乱说 当年师祖卸下掌门之位时 派中人才凋零 师父抛去儿女情长 一力担起重振仙霞的重任 他的过往 我们不应妄加揣测的 好好好 我不该多嘴 我听小情的 真人慈怀济世 以门派为重 以苍生为先 真是令人敬佩 所以我也要努力 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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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这两个很厉害呀 是陆灵 难道 先救下他 转转 是 剑 是 剑 去 别躲啊 别 别 别躲啊 当剑则变成 一副一副一样的 快 快 快 别不认 快 快 快 来 来帮你 来吧 来 别 别躲啊 欲连环 还有身上这些是 明树门的法器 您就是古柏前辈 明树门的后人 你来这里 是为了抓我回去吗 不是 前辈 之前明树门对您做了很多残忍的事 我们万分抱歉 如今 明树上下已醒悟 不会再作恶了 我受明树门几代压迫 你们早就是一群蜂魔之人 岂能真心向善 古柏 劫气之人深固 气域便应自动解除 你何以被强留在明树门几代之久 哼 你 也是玉灵 难道你不知明树门中有一法术 可将玉灵契约转移给指定的人 这便是 子子孙孙 无穷尽言 无耻 我身上的这些法器 也是做禁锢之用 重获自由后 法器断裂剥落 但因年岁过久 有的便一直嵌在我身上 虽仍有刺痛 但与自由相比 这痛何其轻雷 现如今我只想好好修炼 早日成仙 你们走吧 古柏前辈 还请允许我替您拿掉这些法器 让您再也不用被这些邪物所扰 哦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我只是想恳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可以弥补明术们的过错 嗯 古柏 我跟着这个小丫头 就是为了观其言行 看她们是否真的改过自新 她和以前那些明术贼子完全不一样 你大可安心 我还将共存之术交给了她 让她学会真正与御灵共享灵力 你若想成仙 也不妨和她定下契约 更利于修炼 我与其他御灵皆获益良多 阿湛前辈 阿湛前辈 本山神只是想帮帮古柏而已 你真心实意想赎罪 是 好 那便与我签订契约 帮助我继续修灵 多谢古 得道飞升始终是我心中夙愿 徘徊山林之间 虽能平静度日 却到底不是我真正所求 你明术门既然愧对于我 那就助我完成心愿 我这就帮前辈解开这些法器 重新解气 我并未原谅明术们 只是讨要你们欠我的罢了 是 我明白 好 拿到酱油香了 回去和真人报告吧 炭灰 炭灰 你 还 新鲜好吃的糖饼 真是处 别挡我路呀 白姑娘 不会意见 你们是 不是 返回南方后 我身体好转了一些 不过之前落下的病根 我们先休整几日 等要配齐了 还要继续往南走 哥哥 你今天 看来他已经把真心 难怪这小姑娘对我 白姑娘 别见怪 嗯 我明白的 世上人心诡诀 白家兄弟表面上对百姓春风话 自以为是地隐瞒下去 让他对世事皆无防 你是一个很好的狗 你已经为我们兄妹做了 他们刚才好像在说 别挡我路呀 别挡我路呀 水果还是吃起来更好 瞧一瞧 看一看呀 那对兄妹呀 他们要抓的药方里 还少了 嗯 都适合来一起活到先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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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新鲜好吃的糖饼 真是出息了 这是我猪鱼 我不要 哥哥说过 我们不能再受白家人的恩惠 虽然 我没什么本事 不能亲手为父兄报仇 你 你也不用露出这种表情 我又没 小妹妹 我确实想替大哥二哥赎罪 所以 希望 好 你是好人 但你的哥哥们都是混账 你父兄还有那些无辜流民 受到的伤害 好 这个孩子 好像成长了很多 如果不是哥哥们的疯狂之举 他们本该是和乐美满的一家人 大哥二哥 如果真的不肯收手 我一定混账 你们犯下更大的错 好 小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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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